第22章第6節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老 他也不偏離 這個其實從小到大都聽了 我們覺得神是教導我們的神 是很愛我們 所以有管教的 祂其實不就是教孩童 祂到我們現在這麼大年紀 都是繼續教導我們的 亦都到老年人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教導 但是當我們學到神的教導時候 神也會感動我們 在不同的人去教導不同的階段 譬如我清晰的時候 可能他感動我可以教導一些 小時候的小朋友 年紀老一點的時候 他也會把他們的經驗 分享或者教導 藉著他們的 給年輕一輩去學 我的經歷就是 其實我小時候都是個破碎家庭 不過 感謝主 很高的天賦 雖然是破碎 但比我小時候接觸到福音 原來福音是很好的 神也要定義祝福你 你很愛你的時候 就給你機會去聽到那些道理 然後你也有感動的時候 學祈禱 難怪是學祈禱有用的 小朋友會祈禱 原來天活是最聽的 然後祈禱 祈禱幫你救你的時候 天活就真的會帶一些人 在你身邊出現 我現在回想 原來當我祈禱的時候 他真的會帶一些合適的人來 和我傳福音 本來讀千與教學校 就帶了我回基督教的教會 原來他也是 在定義祝福你的時候 因為神是原來 每個人都會命定 要做的 他真的會給一些榜樣 給一些好的教會導師的榜樣 即是怎樣去 他的愛 怎樣去教導你 因為他可能都有經歷過 大家都有經歷這個神 但因為我是小孩子的時候 我沒有經歷的時候 只有很片面的事情 看別人去分享的經歷 然後他教導我們 當他將他的愛 例如那個導師很愛我 一些不開心的 跟他分享 他教我 還有他有 我回不了教會的時候 他有時候特地 特地來車 我去教會 讓我繼續接觸福音 他這些心思意願的愛 其實是入了我的心 當我長大了的時候 都會學回那些老師 怎樣去愛我們 例如我去做幼兒園老師的時候 我先生有車的時候 我經常都記住 我導師是有車的 他會載那些小朋友回教會 我經常都叫我的老公 就載我幼兒園的學生 回我的教會 然後再跟他們傳福音 我覺得 原來神一早 一定要祝福小朋友的時候 他就會擺放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念 然後你要學 例如你的導師這樣做過 我就會學他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好 可以祝福到別人 到現在 感謝主 我看到我的學生 很多都相信了主 就算有些曾經翻過 然後離開 但神其實 一定要祝福人的時候 就會在這個階段 是我來祝福他 在第二階段 就會找到另外一些人 教養他 即是不同階段 找不同的人 教養 就好像全城 去幫助一些的人 我覺得很奇妙 雖然現在 到我大了 我之前做了手術 加四支螺絲 不可以上班 我開始以為 很慘 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 有些傷害 但神是定義祝福我的 神很愛我 過程之中 雖然我不可以在幼稚園 教小朋友 我還有能力 治好的時候 我可以做義工 義工的時候 去其他地方 都可以去教 做同婚領袖 趁機也把神的愛 去跟小朋友去做 去教養他 我覺得 這條金句 是很… 經常在腦子裡 會記住的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早些給耶穌福恩去 他們好像我小時候 接觸過手衣 這個意念的時候 我會記住 當經歷的時候 有挫敗 都懂得向天父祈求 他們的小朋友 我帶同婚的時候 他們都不開心 不如討告 他們會跟我一起討告 討告之後 原來他們 在這個時刻學了 他們回家會做的 原來就是 所以我的天父是教導 譬如現在經歷的時候 我經歷過 有些東西錯了的走法 他也是藉著其他人的口中 譬如牧師、姊妹的口中 教導我一些 轉回方法 因為有時 自己我想的東西 可能會錯了 這樣一個方向 然後就會慢慢編回 有教導 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 因為每天都要教的 原來我們 道路也不偏離 即是我們終身 都不偏離神的道的時候 我們就有將來天佳見了 感謝主 大家是這樣 好 你講的時候覺得怎樣 什麼 講的時候 你過程覺得怎樣 自然自然 那些 OK的 其實都好像同時那樣說 不過我知道我是緊張 其實你越後就越鬆 最後那一段是最鬆的 因為你的動作很自然 而且你一邊講到 感謝主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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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很開心 即是有些地方 你是特別自然 正在自然 最初是比較定 好了 我想問問你 你想回這一切的事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想說 發揚神聖情 在你所經歷的事 你和這個經文 教養鞋 和其他手裝行的道 那到底 神做什麼工作呢 你在這個討論 信職裏面 你現在可否補充一些 到底有些什麼 神做的工作呢 教導 用不同人去教導人 我 OK 你再想想 再想想 即是 神做了些什麼 神愛我們 但跟這個主題有關的 主題有關的 是呀 跟這個經文有關的 是公義的 他一定要管教 即不是縱容 OK OK 你都可以這樣說 但神做了什麼 我想你 用這個經文去思想 神做了什麼 然後達到這個火候 神做了什麼 神是愛我們 神做了什麼 但跟這個經文有關的 不是說神愛世人 這跟這個經文無關 他的道 是耶穌的愛 耶穌的愛要傳給別人知道 好 OK 好 這個經文 基本上是叫我們做的 即是教養系統 我們就說 首先就是 他叫我們這樣做 但是 神就會透過我所教的說話 他就會感動這個小朋友 神就會打開他的心 小朋友學了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放在心裏面 很容易存留在心裏面 又很容易有一個開放的心 神就會 當他感動人去教導的時候 神就會透過這個教導 去感動他 去改變他 並存留在他的心裏面 並且神做小朋友 就這種能力 能夠記憶得很好 最小的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人經常都想了解 到底一歲之內的小朋友 如何學到聽話的呢 他一歲 到他後來 即是說話的時候 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學到說話 但如果大人 想學一種語言 是絕對不能夠 這麼短的時間可以學到的 這個就是神賜給別人的這種能力 因為神賜給別人 所以神就教導人 你就去教小朋友 小時候教他 他就會一生 他都會偏離 他就會跟從神 他自己在做工 使用人去教 又會令到小朋友容易學習 又會在他心裏面感動 做工 我小時候 我回過一年 在基督教學校 我都會在想 會在想 關於神的事 神就在我裏面做工 會感動我們 或者從神的角度 神的壞語有能力 會傳留在人的心中 他有能力傳留在這裏 他就會影響這個人 一直感動 他一生人可能很多次 神的壞語 因為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聖靈會使用神的壞語 去感動人去改變 他就會一生多次 想回這個說話 他就會改變 其實有很多人 有些人 他們死過 回生 他就是沒有信耶穌 但他就說回 他記得世的時候 就回主一學 或者唱過他的詩歌 然後他就 在他的靈魂出竅那段時間 忽然想到這些情境 他就呼叫耶穌 耶穌就回來了 這也是神的壞 可以這樣留在人的心中 你講 還有 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我發覺 因為我經歷過一些艱難位的時候 當我見到小朋友乖一點的時候 我馬上說感謝主 經常跟他們說 我見到他們會學了我一起感謝主 例如追到有個車 搭得及 那時候說感謝主很厲害 然後他們又學了 譬如有得吃些甚麼的時候 感謝主 譬如玩遊戲贏了 我才知道 感謝主我贏了 然後他們又會跟著學 我見到他們會多些讚天賦 然後我見到他們會 譬如另一個輕鬆一點的家 他們真的跟著我這樣說的時候 一起去敬拜他們的感謝主 我見到他們 去多些宣告愛神的話 他們的喜樂都多了 OK 好 在這裏我又想你講神的工作 工作 即每一件事 你講的 人的傾向 很多人說 我見到小朋友這樣做 我們就想到人會發生甚麼事 我想我們經常 在人發生的事 就看到神的工作 神可以 剛剛你講這件事的時候 他神做甚麼工作 神很開心 因為 叫我們去多謝他 OK 這就是回應 但在這件事上 神做了甚麼工作 所以小朋友會這樣 神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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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得細緻一點 細緻一點 神賜給人 尤其小朋友 有模仿的能力 他就會看到的時候 他就會模仿 就是他跟老師 那個老師 感謝神 他又會感謝神 然後當他感謝神的時候 神又會把開心放在他裡面 是 神又會做工 神感動人 會模仿 會學習 接著又會賜給他 喜樂的心 就是在這些小朋友的心裡面 都會令到他開心 這個就是 每一件事發生的事 我們都不只是用人的角度去看 用神的角度去看 神做了甚麼 即是甚麼人 當他感謝神 都會覺得開心 就是在那時候 神就把喜樂放在他心中 是的 是的 他們很開心 是的 你深刻印象 其實 神做了 我想你記得 神就令他開心 就不是他們很開心 將說話說一說 神就令他們很開心 神就令他們很開心 那我也有意思 每一件事發生 到底神做了甚麼呢 我們整天都會把榮歸歸給神 想到神真的做了很多事 是的 不看輕任何一個人 每一個都看重 每一個都在他生命中 都做了 還有我剛才看回 就是神很愛我們的時候 令他很開心的時候 譬如有時有些不開心的事發生了 我們去祈禱交託 因為有些小朋友做了一些負面行為 我教他們祈禱交託 還有宣告發主耶穌 入他們的心 我要改過 就是學習改過 因為他們有時只控制不到 那時候我覺得 宣告完出來 說小朋友要改過的時候 他們自己得到平安 神賜一下平安 對 這個怎麼說 我不懂得說 即是他們都改過 然後就感覺到平安 是嗎 是說的 即是我想他們多說一些 因為我覺得神是要 我們多說一些 要改過 即是 怎樣呢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改不到 那我就教他們要 祈禱和天父說 幫助他們 可以引導他們去改過 因為有偷竊的習慣 不斷偷竊 天天都去偷竊 即是你想他們改變 他們說改不到 然後我就教他們 不如我們用禱告 去依靠天父 這樣去改過 我見他們肯說出來 是 這個 是不是神很愛他們 感到他們說出來 還是怎樣 他講了什麼出來 即是禱告 即是改過 即是 認罪 認罪 認罪會改 即是怎樣 這個工作就是 神就感動了 小朋友都會 知罪 當你說了一些東西 是不好的 他就會知罪 他會感動他知罪 即是他心裡面會有 因為人犯罪 聖明就會感動人 叫人知道知罪 會覺得不舒服 他就會感動他認罪 神的聖明就會有平安 其實 你留意你的內心 你裡面犯罪之後 神會怎樣感動 神會怎樣提醒我們 然後我們回應神的時候 神會怎樣把平安賤給我們 我們留意的時候 自然就會講出很多神的工作 明白嗎 即是 我們經歷的 都會記住這些都是神造工 當你越留意 你就會留意到神的聲音 神如何去感動我們 阿諏 我們要多來的 我們能夠感動 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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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